再来关键 这一次的康瑞台风 移动的速度是比上一个山坨 台风来得快 中心最强的位置 也已经逐步的靠近台湾 目前在南台湾墾丁的帆船石这边 现场的状况如何呢 把时间交给逊君 主位观众 现在我所在位置 就是屏东墾丁的纯帆石海边 可以感觉得到 现在墾丁的风雨是稍早 比我们稍早在南湾那边连线的时候 还要越来越强一个状况 旁边的海象也是相当恶劣的 本来是必然的海水 所以现在都已经相当混浊了 而且海浪呢 大浪还不断的把里面的飘楼木 或是垃圾不断拍打到上面的岸上 那我们再来看到旁边呢 这个万应公寺呢 这边本来的铁门都是拉下来的 也因为强台康瑞要来的关系 他们也是先把铁门拉下来 保护里面的神像 那其实呢 现在康瑞呢 他的暴风圈呢 昨天晚上 昨天深夜的时候 就已经接触到了台湾的本岛地区 那现在呢 他的中心点最强的位置 是位在恒春半岛的东方 也就是说呢 然后他的速度呢 还有他的移动的路径呢 是不断的往西北方移动 到时候呢 大概他 因为他移动速度很快 所以因此大概在中午 或是下半天的时候 风雨就会越加强劲了 那也提醒民众呢 一定要小心安全 没有必要 千万不要出门 以上是我们在船帆时 为您掌握到的 资金山西江时间镜头 交换给国内直播